嘿 大家好 我是仙仙的阿嬷 今天要教你们来清炒猴手瓜 材料就是香菇嘛 还有金钩虾 蒜头 红萝卜配颜色 就这样子 还有猴手瓜 你看 这个猴手瓜就是像手嘛 你看 像这样子的手 抬 抬 抬 这样子 你看 才叫做猴手 你又找很像拔啦 没有 对 有点像 你们知道龙溪菜也是这个 龙溪菜结果出来就是这个猴手瓜 用刨刀给它抛一抛 它跟胡阿吃起来一样 像阿嬷就比较喜欢吃这个 它这个比较甜 胡阿也是有甜 但是胡阿 有时候中间那个籽它会有点酸酸的 可能阿嬷比较不爱 像你们这个有这个烘这个 你们要用这个刀子 就这样给它 给它弄起来 我看有的人也连皮都没削啦 那我们既然削了 我们就给它弄干净了 你们给它这样子剖开 然后它这边等一下你要给它弄掉 这个啊 你们要给它削掉 切片啦 有的人也可以切一丝一丝啦 看你要切什么 那阿嬷今天想说来吃 切片 我们这个香菇泡好了 水那样干喔 阿嬷是这样子切 切粗粗 切粗粗 要切片啦 因为它和手我也片 我就是说把它切片 不然它把它切丝啦 我要倒一点油 有的人会炒猪油啦 你们要炒猪油也可以 不炒猪油也可以 不要坏太多油 它这个不会很稀油 现在要先把这个香菇爆香 这一道菜简单 很简单 这个稍微给它爆久一点 给它干一点 等一下因为这个还要放那个水下去 然后所以它这个香菇你爆了干一点 然后刚才煮下 煮刚刚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有了 香了 上面放进去 青果虾也放进去 会香了 红热菇是配颜色放进去 里面不放也没关系 好 那我们这个火手瓜要倒进去咯 好 那我们现在就放水 这个水就是要给它焖 焖软啦 让它里面这个水滚了 你再拿盖子盖起来 好 把盖子盖起来 开中小火就好了 因为你水不是很多 开中小火让它焖 大概焖到八分钟 那我们现在要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看 那你这个时候啊 放一点点胡椒粉 一点胡椒粉 还有一点盐巴 看你的东西是多少 你放多少盐巴就这样子 好 搅拌搅拌就好了 那这道菜它这个本身就很甜了 这道菜阿嬤就不放味素了 鸡精就不放了 因为它这个菜本来就很甜了 OK 这个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炒到这样的程度 阿嬤把这个冰炒胡椒瓜已经炒好了 你们可以去买来做看看 现在也是当季啦 出事的人可以不要放金锅虾还有蒜头 一样都可以这样子都 好了 影片今天拍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要订阅生生大杂费 订阅不用钱啦 阿嬷看了 你们留言我也很开心啦 拜拜